HELLO 大家好,我是Ivan 今天呢,我要介紹一系列的模組 這個模組的主題都是 飛機,不過他沒有把它做成 模組包,他是把它做成四個 獨立的模組 分開下載之後,全部導入就可以進來了 然後你會看到,這些飛機都有 部件,所以呢,這些飛機是 可以合成的,然後他也有一些小道具 比方說,這是給機場裝飾的,像這個燈 這個燈就是給機場裝飾用的 然後他還有一個 這個棒子 他這個棒子呢,可以用來移動飛機 用這個點一下,然後就會往前 那接下來呢,我要來介紹一下 這個飛機要怎麼駕駛 這架飛機呢,是PA28 就是,真實存在的飛機 大概是1960年開始生產 然後到現在還在生產 這個燃油,不同的飛機會有不同的數量 然後像這種小型飛機,大概一兩關就夠了 點一下,這樣子 就是,給他加油 然後玩家在右鍵點一下 就可以坐上去 對著飛機按右鍵 然後呢,我們可以啟動引擎 然後顯示,儀表板 然後他這個還可以自動駕駛 不過不是每架都有自動駕駛 因為他這個飛機 推出時間有差 所以呢,他這個飛機功能會不太一樣 然後旁邊還可以把這個駕駛放下來 像這樣子 可以看到,這架飛機的駕駛就放下來了 通常是降落的時候才會放下來 最下面這個功能 則是,蓋上副駕駛 就是,因為這架飛機是客機 所以他至少有四個位置 你可以讓附近的玩家都坐上來 好,那我們要怎麼起飛呢 首先 先 我們要先開啟引擎 然後再來呢,我們要按一下空白鍵 也就是跳 來拉高節流法 然後再來按一下 D 還有A可以用來調整方向 接下來我們可以起飛了 一直按空白鍵 然後讓左邊的速度計 到綠色為止 然後再按一下S 來拉高機頭 然後呢 就可以開始,就會往上飛了 因為這個飛機的動力學 設計的比較簡單 所以呢 他設計成不用太長的跑道就可以起飛 而這個動力學 他要旋轉的話也很簡單 所以你就會發現這個飛機 每架都是魔法機動 像這樣子 他的旋轉半徑非常的小 然後也不太會試速 如果你要往下的話 你就按 你就按W 不過按W 他只會稍微往下 如果你要降落的話 你必須要按Shift 來收解流法 然後讓這個速度往下降 然後呢 我們差不多可以降落 至於 如果各位有聽到風聲的話 那個是另外一個模組 所帶來的風聲 這樣子我覺得會比較臨場感一點 然後如果要降落的話 就慢慢的靠近機場 然後可以看到 這架飛機如果撞到東西的話 他就會扣血 按一下最下面這個 go off board 我們就可以下飛機了 再來要介紹的是 這兩架黃色的飛機 這兩架飛機的型號十分類似 感覺左邊這台就是 右邊這台的路上版 路上版本他比較特別 他可以用染料來染色 像這樣點一下 然後就會變藍色的 加油 然後坐上去 確認一下油表是滿的 他這個是比較早期的型號 所以呢 他的選單比較簡陋 這邊因為他沒有這個選單 所以呢 我們要按1 來啟動引擎 然後再來 按一下空白鍵 然後緩慢的移動到跑道上 剛剛我說過的這個飛機 都是設計很簡單 所以呢 他只要很短的距離 就可以起飛了 不過還是要避免撞到東西 像這樣有點危險 同樣 這起飛之後 他的操作手感其實都差不多 不過呢 因為這架飛機比較小 所以你會覺得 比較好操控一點 然後他這個在動的時候 他的操縱感也會跟著擺動 然後有時候 這個玩家會跑到外面 可能是建模的Bug 你看到他這個都做蠻驚喜的 他的覆義都有作動 代表飛機正在轉向 那 我們剛剛介紹完那架飛機之後 再來我們看一下這水上飛機 之所以他的水上飛機 是因為他放在水上他會飄著 然後其他飛機如果丟到水裡的話 他會沉下去 那我們給他加油 然後再來坐上去 這個是 作者早期的作品 所以呢 他的界面也很簡陋 我們按一下1來啟動引擎 然後再來按一下空白鍵 慢慢的加速 然後再來起飛 因為他要水上飛機 所以他就飛得更慢了 不過呢整體來說這種飛機都蠻適合新手操控的 因為他就是飛起來蠻穩的 而MyTest常常生成這種峽谷的地形 所以呢 其實可以開飛機來試試看從下面穿過去的感覺 然後再來我們挑戰從這個峽谷上面衝過去 所以說這其實蠻難操控的 因為他這樣子要下降其實還蠻奇怪的 好看起來狀況還不錯 很好 我們成功衝過這個峽谷 那我們現在關引擎 好差不多在這邊降落 因為是在水上所以可以緩衝一下 OK 最後呢我要向各位介紹的是G-52 這是龍克斯公司生產的 在二戰的時候 德國把它拿來當運輸機 有大概10個以上的座位 所以他可以用來載其他玩家 同樣他可以使用染料來染色 用左鍵按一下 然後如果玩家坐上去的話 然後再用染料按一下 你可以選Skin 他除了白色的內建Skin之外 他還有綠色的德軍Skin 於是他就會換成德軍的塗裝樣式 接著呢 坐上去玩家可以把這個後門打開 然後也可以把這個精液放下來 這樣子 把精液放下來 再來就是把後面的艙門打開 不過玩家是沒辦法走上去 玩家如果要坐上去的話 同樣是使用這個選單的功能 把玩家帶過來 然後那個作者說這個飛機是坐一半 所以呢功能還沒做完 所以他沒有自動導航 但以後應該就有了 那同樣我們在起飛前要先給他灌油 他需要三桶油 開始啟動引擎 然後按一下空白鍵 然後再來緩慢的拉伸機頭 不過就像我剛才說的一樣 這個飛機呢 他的模型都做的差不多 所以呢 他不需要很長的跑道就可以起飛 然後這架飛機 他的輪子也收不起來 所以呢 他速度有限 然後呢 這架飛機 轉彎會有一點點遲緩 因為呢他比較大坦 那操控也是跟其他飛機一樣 作者就說 如果你不太會開這種飛機的話 你可以先開小型機來適應一下 因為這種大型飛機比較難操控 然後他的視野也比較受限 所以呢 相對來說要飛的比較謹慎一點 不然的話很容易墜機 如果是坐著做這個飛機越來越多 你就會發現他的模型算是越做越好 他除了有這個油量表 還有高度計 以及他這個撫養計以外 他還有其他的很多儀表 就要跟著做出來 比方說像這個羅盤 他也會跟著轉 他也會跟著轉 所以呢我覺得做的 他算是有在進步 然後就像我剛才說的一樣 如果衝出跑道的話 掉到水裡 他就會沉下去 因為他不是水上飛機 最後呢 這個模組 他也有加一些指令 像這個飛機 他們都有自己的指令 比方說 Eject 把你彈射出去 不過這些飛機都有加 那個手動操作按鈕 所以說不太需要用到指令 AU Uniform 打這個AU Uniform 他就會幫你換制服 而我個人比較喜歡 這個二戰飛行員的這種樣子 不然的話 你也可以換成像是 現代機長這種制服 你想支持作者的話 請到ContestDB上面 給作者鼓勵 謝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掰掰 掰掰